大家好,我是Stan 围绕着首尔世界杯体育场草皮问题 IU的韩国粉丝们批评首尔市等引起了争议 IU将于9月21号起 在首尔世界杯体育场举行为期两天的演唱会 然而9月5号 在首尔世界杯体育场举行的世界杯亚洲区第三轮预选赛中 由于草皮状况不佳 足球粉丝们纷纷表达了不满 在韩国国家队队长崇能明正式指出草皮问题后 这个争议意外波及到了IU 目前IU的演唱会成为了讨论的焦点 在比赛结束后 崇能明对记者们表示 阿曼球场状况非常好 让球员们在比赛中能更有信心的发挥 我希望这样的条件能在主场比赛中得到改善 很多足球粉丝们担心 会不会因为IU的演唱会 让原本状况就已经不好的草皮可能会进一步受损 甚至有人为了10月15号举行的下一场预选赛 向首尔市检举要求取消原定于10月21号和22号举行的IU演唱会 对此首尔市表示 IU演唱会的门票已经全部售清 演唱会将按计划如期举行 然而首尔市也表示 从明年开始将只允许部分场地的租借 不再出售草坪区的座位 结果IU的粉丝们开始批评首尔市的这一决定 粉丝们在网上表示 世界杯体育场草坪问题 完全是首尔摄氏公团管理疏忽的责任 管理不当的首尔市应该要道歉 但却仿佛把责任推到IU演唱会上 误导舆论 让人以为是因为演唱会的影响 才决定明年不再出售草坪区座位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把狗话推给IU这项话吗 明明就是你们租出去的 却让租借的人背过 这不就是想要带风向 演唱会应该在专门的演唱会场地举行 为什么老是跑到运动场来呢 草坪真是太可怜了 全世界无论哪个国家 大型演出基本上都在体育场举行 而这些国家会用场地租金来维护草坪 但是在我们国家 场地租金被收走了 却没有用来维护草坪 这就是差别所在 IU又不是免费租的场地 如果收了租借费 就应该用来维护草坪啊 明明就是他们自己没做好管理 却怪到歌手头上 真是无理取闹 首尔市应该向IU道歉才对 这首尔市长真的是 就在前几天 IU以活动名语 官方粉丝名 约娜结合而称的名义 IUUNA 捐赠了总计2亿2500万韩元 分别捐给 韩国儿童男基兵协会 和关怀长者的牛奶配送等机构 IU每年都归在出道纪念日等重要时刻 以IUUNA的名义 持续进行了捐赠活动 所以首尔市 对于为了保护运动场的草坪 检举IU演唱会的事件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引起争议的华萨舞蹈 9月19号 华萨已兴取拿回归了 但是一个舞蹈动作引起了韩国网友们的争议 我们来看一下 尽量的委婉的说 也只能说很差很廉价很俗气很吐气 实际上他抚摸着胸部抓着臀部上下摇晃 你能说那很酷吗 请避免让人感到负担的程度吧 每次都太过了 过度并不等于是自信的女性或性感的女性 当我完全不觉得留言中说的那种低俗性感 反而觉得挺好笑的 可能是因为歌曲本身很像Sign 所以舞蹈也给人一种搞笑的感觉 想到孩子们会跟着模仿 我已经想要叹气了 女爱豆应该不会去挑战这个吧 我很想知道海外的反应 就我看来似乎有些不搭 歌曲服装舞蹈和风格都不一致 感觉没有一样是好看的 让人觉得像是菜鸟水平 从什么时候开始 房间里的专家变了这么多呢 这个不好那个不好 说这些话的人 应该本来就不是华萨的粉丝 其实有些舞蹈 有的人跳了就很性感好看 有的人跳了就 所以大家觉得华萨的这个舞蹈怎么样呢 我也会想保持一下 妳在这一程 Hmmm 你们看的 有的人跳你 你没有人跳你 我可以帮你 什么 我才可以帮你 我